真眼是什么 如文医生特邀专家赵琳 西岩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眼科副主任医师 真眼在医学上叫脉力肿 又叫碱线炎 一般是指睫毛毛囊附近的皮脂线 或者是碱板线发生炎症而引起的 我们分为内碱线炎和外碱线炎 外碱线炎是指睫毛根部的毛囊 或者皮脂线而发生的急性炎症 而导致的它会出现皮肤表面的红肿 出现硬结疼痛触痛 严重时整个盐碱可以出现红肿 而且伴有耳前淋巴结的肿大 当这个浓点破溃以后 可以吸收从而症状减轻 逐渐达到痊愈 那么对于内碱线炎 它指的是碱板线的急性炎症 那么是因为碱板线口堵塞 或者其他的原因而导致的这种炎症 那么这种因为它的症状和外碱线炎相似 但其因为炎症处于坚实的碱板内 所以它的炎症不容易扩散 也不容易消散 所以病程比外碱线炎的病程更长一些 那么当它的这种感染的黄白色浓点 像结膜囊破溃了以后呢 也可以逐渐的吸收从而达到痊愈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